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又来到了本周的南圣新闻 我是今天的主播云浦 我是主播欣宜 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本周教会有哪些重要的大小新闻 本周日10月20号 由本慧医师与屏东恒春基督教医院 搭配医疗宣教 与牧林教会 由洛崇明医师 陈奕伟医师 以及王伟玉医师 共同搭配服饰 请各位弟兄姐妹为他们带导 并纪念他们辛苦的摆上 再来是门训部方面的新闻 在本周日10月20号 早上9点20到下午1点 在一楼柜台前设有门训柜台 请各位弟兄姐妹 若是有要申请门训证 或是相关门训的报名问题 都可以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时间 到一楼的门训柜台 来做一个详尽的询问哦 而在此次的媒体学院 传播学院里头 有梁丹青老师的编剧分镜写作 以及林宏哲传道的 摄影机操作课程 当然还有剪辑软体的课程 是由施力文弟兄来带领大家一起分享 而在记者课程的部分 则是由游龙辉老师 以及陈仲宜老师 一起来带领大家 来上这门记者的课程 至于其他课程的部分 则因这一次报名人数较为不足 所以暂时不开课 请要上课的弟兄姐妹 注意开课的相关时点哦 没错 想必与青年领袖之夜 齐名的如荫展翅之夜 节目内容必定也是相当精彩丰富 欢迎各位弟兄姐妹 届时一起参与 一起来享受喜乐的教会生活 与相同的时间 11月2号礼拜六 晚上7点半在一楼的雅各厅 将举行七年联合群体动力 而参加的群体 包括了小社青 大学 以及国高中的牧区 没错 而当天的节目 也是相当的精彩丰富 包罗万象 包括小组的竞赛 然后群体之间的动力 最后还有牧者的勉力 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可以一起被动员起来 一起来参与这样特别的聚会 而在今日活动的部分 在今天早上 由少恩牧师团队 以及洪哲传道团队 分别到阿里山山美教会 以及屏东来义乡 逸林圣道堂 举行福音的行动 请各位弟兄姐妹 为其关心带导 在下午4点半 则是由彼得牧区 带来的公园音乐会 在这宣养众多的牧区当中 相信必定为各位弟兄姐妹 带来倍感温馨的音乐小宴 而在一样今天下午的5点 有约翰牧区的蔡正线 以及林立林夫妇的家庭礼拜 相信这个蒙神祝福的家庭 所献上的竟是感恩赞美 以上就是本周的男胜新闻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收看 我是主播欣怡 我是主播云朴 下周 再见 10月10日 马可牧区举办高雄一日游 一百多位大人小孩 一起欣赏壮阔的都会景观 并体验丰富的河港文化 让大家的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这次的活动让马可牧区的弟兄姐妹 更加紧密连结 同时也让牧道友看见 有上帝的爱是多么的美好 对 马可非常有魔力 而且有一个很搞笑的领队 我们的领队 不然这次我当领队会很辛苦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早上压力很大 因为我不知道司机这么严肃 我相信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学习到 更多面对人的一些过程和方法 感谢上帝 在牧区精心的规划下 行程十分紧凑 景点各具特色 早上参观爱河上游的中都湿地公园 认识红树林的富裕及各种生态 之后到高雄美术馆欣赏艺术创作 馆内正展出蒙娜丽莎及跨加米罗的作品 发现世界级的美丽 大家好近 下午观赏在光荣码头的黄色小鸭 小鸭巨大的身形 带给人安全感 可爱的造型让人心生爱怜 接下来 大家参观铁道博物馆 认识了台湾铁路的历史与文化 之后再从古山搭渡轮前往奇津 全球欣赏在港内穿梭的大小船只 远方有高耸的大楼 在船上有阵阵海风蜻蜓回火 美景当前让人心旷神疑 今天整个的行程非常的充实 来坐这个奇津路 我感觉是非常的幸运 谢谢各位和大家交接礼物的乐观 一起享受这次梦子里面 奇津老街有各样特色的小吃 大家在街上进行美食探险 不久天色渐晚 一行人带着饱足打道回府 也为出游画下完美距离 我们又走着过那个桥 然后去到那个中山大的海边 然后我们在那里拍照 然后他们还在做那个摇床 就是像绑在椰子树上的摇床很好玩 然后我们又走过来 然后吃冰 然后就觉得这是太棒了 以上是马可牧区记者的报道 按照的话 veil 调一下 继续